我叫不出征 无意间获得败家系统 系统让我完成败家任务 才能回到原本的世界 不仅能完成逆袭 还能成为人生赢家 这个喵咪是系统化身 只有我能看见 他表示我在这个位面的身份是 一名十八线不知名女演员 家境一般 高中辍学 因为不接受潜规则 原本属于我的女三号 被合租市游柳慢慢抢去 我伤心至极 而她却一炮而红 还获得丰富的影视资源 后来 我被她陷害 替她背负了很多 雨南明星的绯闻 最后不仅身败名裂 还要遭受网络暴力 最后我承受不住 离开了这个缤纷多彩的世界 这时我问着系统 现在是在什么时间点 系统表示现在时间线 是原主第一次被 柳慢慢抢走女三的角色的时间 我准备开始大干一场 系统提示 请在两小时内 花掉一千万 钱已到账 请注意查收 我不知所措 就抓住系统喵 我说到做任务 不是循环渐进的吗 怎么一上来就要花一千万 这不是坑娘吗 系统喵说道 规则是可以变的 只要我把钱花出去就行 只要不是能扔掉 捐出 赠送 我说到现在人生地不熟了 我怎么花得完 就想揍这个傻系统 系统喵见状随之消失 可还在提醒我 时间已过去十分钟了 我雇出征可没那么容易认输 转眼间我来到一家咖啡店 导演不屑与我交谈就想离开 我随即表示投资一千万 导演没听清我说的话 我又说一遍后 他喷出一口大水 导演以为我在消遣他 我表示我很忙 可没有这功夫 导演看我长得不错 心想我背后肯定有金主 随即就向我道歉 还问钱什么时候到账 我拿出手机 表示现在就给他转过去 然而短信告知我 大额转账要去银行柜台 这时系统提示 时间到 一千万消费失败 恭喜小姐姐获得翻倍任务 让我在一小时内 花掉两千万 我气不打一出来 一拳头垂在桌上 心想这系统太狗了 竟然翻倍 时间还减少一半 导演看着我 还以为我后悔了 而我随机抓着导演的手 表示要再追加一千万 导演答应后 我拖着他就往银行跑 时间来到晚上 我摊坐在沙发上 心想还好银行有熟人 不然任务可完不成 这时系统表示任务完成 一千万奖励已到账 我问到怎么奖励不翻倍 系统喵表示 只有惩罚翻倍 奖励是不会翻倍的 这时有人叫我 只见柳漫漫走了进来 他假惺惺地关心我 可嘴上却说 让我不要怪他 抢了我的角色 还表示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各凭本事 我都不想看他一眼 起身就回房间 他还想让我去找副导演 去演他的丫鬟 我回过头 冷酷地说道不需要 随即关上了房门 柳漫漫笑着 说我不做清高 一周后 影视城拍摄现场内 柳漫漫不还好意地和我打招 还算我没有角色演 却要过来丢人 我说道关他屁事 好狗不挡道 他一巴掌向我回来 我抓住他的手 一巴掌将他打倒在地 远处的副导演 见状走来 他抱着柳漫漫 心疼着他 副导演脸一黑 随即就要教训我 让我向柳漫漫道歉 我说道 他哪来的勇气 敢对投资人这么说话 我叫不出征 无意间获得败家系统 系统一上线就让我花钱 就在刚刚 我说道我是这部剧的投资人 柳漫漫不相信 就和副导演一起嘲笑我 还说我穷酸样 怕是在做白日梦 我淡定自若地看着他们 这时导演走了过来 副导演见状哑口无言 导演随即让他赶紧滚 导演指了指柳漫漫 说闹事是不是他 柳漫漫急忙挥手 这时我说道 他们说的闹事者是我 导演心想 我可是他的财神爷 而柳漫漫可是抢了我的角色 随即就向我道歉 让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还教训起副导演 介绍着我 不仅是女二号 还是他们最大的投资人 让他们俩赶紧道歉 副导演识相 立马和我表示歉意 而柳漫漫还是一副吃惊的样子 但立马被副导演拽下 副导演看向他 表示不想滚蛋就道歉 柳漫漫不服气的 向我道了歉 导演让我 也可他们一般见识 可他不知道 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副导演让柳漫漫 以后做事小心点 柳漫漫装着一副 教小楚人的样子 说我装模作样 物作清高 还说我被男人包养 副导演拿开他的手 表示我就算有男人包养 能拿出两千万 那也是有手段的 就让他好自为之 柳漫漫心想 男人没个好东西 可碍于事业的发展 他还是追了上去 这时我从咖啡店出来 只见一名男生 被打了一巴掌 西装男拽着他的衣领 表示他家小姐看得上他 是他家祖上积德 让他不要不知好歹 随即将他扔在地上 下一秒 男生抬头看向了我 这画面妙不可言 我也看着柔弱似欲的男生 他尴尬地和我打招 我却转身离开 系统提示 触发隐藏任务 让我阻止苏九黑化 可获得苏九好人卡一张 我问着系统喵谁是苏九 系统喵表示 就是刚才那个小哥哥 当我回到咖啡店门口时 他早已不见踪影 我生气地看着系统喵 系统喵介绍着苏九 表示他因为长地好看 拍了一部青春巨火 而有权有势的千金小姐 垂涎于他的美色 想和他玩潜规则的游戏 苏九不同意 那个女人就风沙雪藏他 后来被经纪人下药 送上了那个女人的床 这个女主不得了 顾初征坐在影视片场休息 系统喵表示 现在时间点苏九还在雪藏 让顾初征等待下一次机会 一旁同事讨论着他 还说他被老男人包养了 表示他年纪轻轻 就不走正道 顾初征心想 又是散布谣言的伎俩 有慢慢的手段 还是一贯的低级 导演通知各部门准备 只见顾初征帅气的身姿 他的表情动作饰演非常到位 引来导演的热情掌声 夸奖着他天生就是演员 这骁勇善战的女将军 简直就像为他量身定制的角色 顾初征也是谦虚道谢 这时系统喵出来了 他表示要在20分钟内 花掉2万块 顾初征心想 这次居然才2万块 表示对任务的规律挺好奇 在影视商业街中 顾初征奔跑着 引来其他人的目光 大家都觉得他漂亮 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只见他气喘吁吁 一会儿就来到冰淇淋店 就向店员表示 自己要最贵的冰淇淋 要2万块钱的 店员以为听错了 又问了一遍 这时系统喵表示 只剩30秒了 顾初征大吼道让他闭嘴 随即拿出手机扫码 支付成功后 让店家送到凤凰倾城郡 店员待在原地 一脸猛逼 这时影视休息区 一旁工作人员说 柳漫漫人美心山 还给他们发冰水喝 说着说着就扯上顾初征 说他演完戏就不见了 现在可能上了谁的车 柳漫漫得意着 这时顾初征点的冰淇淋送到 此时店员说道 谁点的2万块冰淇淋 出来签收一下 一旁三人心想 是谁家里有矿 买2万块钱的冰淇淋 下一秒 三人愣在原地 只见顾初征慢慢向前走去 他潇洒地签下名 柳漫漫问到这是他点的吗 顾初征无视了他 随即让另外两人 拿去给大家分一下 他们随即表示 这个任务一定能办好 就说顾初征真是太大方了 而柳漫漫却有心事 只见他咬牙切齿 表示一定要让他好看 就随之离开 柳漫漫来到化妆间 就对着强撒气 他回过头看去 注意到顾初征的化妆间 他打开房门 鬼鬼祟祟地进入 他看到面前的戏服 心想这件衣服 就是顾初征下一场要穿的吧 就动了手脚 此时顾初征正走来 这个女主不得了 无意间获得败家系统 系统任务就是让他花钱 就在刚刚 柳漫漫将顾初征的戏服动了手脚 此时顾初征回来 他进入自己的化妆间 助理将他需要的杂志递给他 随即准备给他化妆 系统喵表示 半个月后将有场晚宴 到时候他一定要救苏九 不然任务失败 一切就要从头再来 这时顾初征闻了闻 察觉出空气中 有香水的味道 就问助理用没用过 利亚排香水 助理摇了摇头 顾初征想了想 他看着镜中的戏服 心想应该用这款香水的人 特意来关照自己了 就让助理检查所有道具 特别是戏服 此时各部门准备就学 只见顾初征饰演的将军参拜皇上 皇上夸赞着将军 表示不愧是我朝的金国英雄 将军作一回事 太监向皇上表示 江家千金想为陛下献武 皇上领落后 就让将军就坐 顾初征饰演的将军 与柳漫漫饰演的江小姐擦肩而搏 柳漫漫心想 一会就等着出丑吧 而顾初征在他耳边小声道 表示谢谢对他的关照 不过结果会让他大势所望 随即踩着柳漫漫的裙摆 柳漫漫身体倒了下去 被顾初征一手抱起 随即放下双手 柳漫漫被重重地砸倒在地 一旁导演看着津津有味 副导演却说到这不是剧本内容 导演生气着 一棒子打向他的头 饰演的皇上心想 导演都没叫停 索性继续演出 就叫人将柳漫漫饰演了 将小姐带下去商摇 导演喊他 随即让人准备下一场 柳漫漫还在解释 刚才为什么会摔倒 还说到剧本不是这样的 可导演觉得剧情非常不错 合情合理 甚至笔原剧本还精彩 不出征不懈地看着他 表示是又如何 随即转身离开 而柳漫漫却向导演抱怨 导演却装作听不见的样子 和副导演一起离开 气得柳漫漫直跺脚 他心想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 这是一所小区内 苏九经纪人表示 这个宴会苏九必须要去 而苏九却摇了摇头 经纪人大发雷霆 将邀请韩仲仲砸在苏九头上 说到他倒了八辈子内 带了他 还让他不要清高 表示这个圈子就是这样 说他想红就要有背景有后台 没有这些 他屁都不是 随即生气地关上房门 苏九沉默着 他拿着邀请函 心想没有背景 就只能被人踩吗 感动真爷的人 你知道有什么下场吗 时间来到宴会 顾初征穿着华丽的衣服 优雅着拖着酒杯 心想要先找到苏九才行 这时 一名男士想和他喝一杯 结果被他果断拒绝 男士看着走远的顾初征 心想居然被拒绝了 真是个有意思的女人 这时系统喵 说到苏九就在里面 只见高小姐挑着苏九的脸颊 说就是喜欢他这一款 苏九生气地表示 要怎么样才肯放过他 高小姐大笑着 拿着桌上的酒杯 表示喝完这一杯后 过了今晚他就可以离开 苏九诧异着 随即接住酒杯 高小姐表示他说话算话 只见苏九一口喝了下去 红酒从他脸颊边留下 高小姐注视着他 苏九慢慢放下酒杯 酒精一会儿就上来了 只见他通红的小脸 高小姐看着他着了迷 表示他真是个有物 苏九站起来 表示要离开 可下一秒 他觉得头昏脑胀 身体也使不上镜 就倒在高小姐怀中 高小姐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你是跑不掉的 就让手下将他 带去自己的房间 系统喵问着顾初争 还不出手吗 只见他信心满满 表示一切在他掌控之中 此时的苏九 他觉得浑身燥热 就撕扯着衣服 顾初争早已进入房间 他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想着还是放点冷水 让他去去火 就起身前往浴室 而苏九躺在床上 还是一副难受的样子 渐渐地 他被水声吵醒 他下床 拿着高尔夫球杆 就向浴室走去 正当挥向顾初争时 被他用手抓住 苏九惊讶地看着 心想原来是他 苏九说到他想干嘛 顾初争生气地看着他 此时系统喵表示 不可以伤害他 假如他死掉 那么又要倒带从来了 苏九快要晕倒时 被顾初争一手抱起 只见苏九浑身瘫软在他怀中 就在这时 门外有动静 他看着苏九 心想自己要忍住 而高小姐发现苏九不见后 愤怒地斥责手下 让他们赶紧去找回来 高小姐生气地 表示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 敢动他的人 此时苏九早已浸泡在冷水中 他渐渐醒来 那么为什么自己会在这里 看着一旁整齐的衣物 心想难道是昨晚的他 他穿好衣服从浴室走出来 苏九问顾初争 是不是他救了自己 难道不怕得罪高雪云吗 他可是高家的千金 顾初争却毫不在意 他放下咖啡 慢慢起身 向苏九走来 就把他逼动在墙 说到他叫不出征 表示以后自己来保护他 苏九害羞地表示 需要他做些什么 而此时 顾初争一时忘记任务的要求 系统喵在一旁 疯狂提示 表示让苏九认为他是一个好人 顾初争白了系统喵一眼 随即深情地看着苏九 问到他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吗 这一刻 时间仿佛静止了 片刻后 苏九向他道谢 顾初争心想这若鸡 是金芬吗 竟然有两幅面孔 刚才还一脸的戒备 随之让他收拾一下 表示一会送他回去 苏九心想 不过是另一个高雪云 只不过手段更高端罢了 第二天 顾初争和苏九从酒店出来 被等候多时的高雪云发现 随即让他们俩站住 这个女主不得了 有着败家系统 随手就收购一家公司 就在刚刚 高雪云让顾初争站住 他指着他 问着苏九 昨晚是不是和他在一起 苏九点了点头 高雪云大吃一惊 随即一巴掌 当面打他的人 是当他不存在吗 高雪云愤怒地表示 也不去打听一下 他高雪云是谁 而顾初争冷哼一声 就将高雪云甩牌 顾初争看着他说道 昨天下了什么药 他最清楚 说起来还要感谢他 就在他耳边轻声道 他的滋味很不错 还舔了舔嘴 表示是极品 就随之离开 高雪云手垂着地 心想一定让 这个贱人好看 几天后 眼前这个男人表示 今后就是苏九的经纪人了 随即把合同递出 苏九疑惑着 表示他这种级别 公司怎么会舍得安排给他 男人说到 他不是心药的经纪人 是顾总请他来的 苏九一脸疑问 认为他是来让自己跳槽的 男人说他演技不错 也很有灵气 苏九表示 这应该不是挖他的原因吧 男人问他为什么要演戏 苏九沉默着 他认真的说道 演戏是他的梦想 是他执着和信仰 男人表示他是能帮助 他完成梦想的人 随即伸出双手 苏九表示 现在他还是心药的艺人 解约的话 违约金会是添价 男人说道 他执这个价 拿出钢笔 表示只需要他做个选择 苏九心想 那就赌一把吧 就接住笔 在合同上签名 苏九向裴先生道谢 裴先生表示 这是新公寓的钥匙 让他收拾东西 一会就有人来帮他搬家 他拿着钥匙 心中有种不安的感觉 觉得那个女人套路更深 此时公司内员工 恭敬地站成一排 欢迎顾总顾出征的到来 当顾出征进入时 大家齐声向他问候 顾出征示意让大家坐下 职员拿着文件 表示这是新药 开出八千万的天价违约金的合同 还说着怀疑他们伪造了合同 不过他没有证据 系统提示 仅在十天内收购一家公司 顾出征问道怎么没有金额 系统喵表示金额无上限 我们不差钱 顾出征将合同丢在桌上 表示成立他们这个团队 就是替他花钱的 现在有个任务交给他们 那就是三天收购新药 金额无上限 手下人大吃一惊 随之弯腰示意明白 几天后 新药总部 裴先生向前台表示 自己是新药新的经纪人总监 名叫裴宇 这个女主不得了 无意间获得败家系统 就让她走上败家之路 只见苏九拿着手机躺在沙发上 她心想顾出征 不仅救了她 还帮她解决了合约 自己犹豫着 要不要谢谢她 可又怕她和之前 那些人一样 会以此来要挟她 可还是把消息发了出去 她回想起顾出征的面貌 此时顾出征洗完澡 穿着浴袍走出来 她察觉到手机在震动 就回了苏九的消息 此时系统喵着急着 她表示不会聊天 可以找她帮忙 这个时候应该多关心她一下 聊熟了好人卡不就有了 说她回一句不客气 就把天聊死了 可是急坏了她 顾出征冷冰冰地表示 就是因为她 才会做这个破任务 系统提示 请小姐姐三天内 进入明星大挑战 真人秀节目 顾出征躺在沙发上 问到这个节目是想上就上吗 这个节目组收视率这么高 应该不缺钱吧 系统喵表示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人说她不缺钱 那么一定是你砸的钱不够多 一周后 明星大挑战拍摄现场 现场人山人海 此时柳漫漫表示 听导演说这个新人 是赞助了后面两季 硬塞进来的 一旁冯娇惊讶着 心想这得多有钱 李一打开车门 只见顾出征端庄优雅地走下车 主持人热情欢迎着她 柳漫漫看着大吃一惊 心想难道前两季 赞助也是她 这时冯娇惊呼 指着前方说道 影帝谢丹来了 而冯娇露出迷眉的表情 痴迷着她 柳漫漫心想 她可是自己的金主 自己能来都是靠她 谢丹向台上走去 她注意到顾出征 心想着又见面了 主持人欢迎着 最后一位嘉宾 只见苏九下车 帅气地和大家打招呼 冯娇又一次露出迷眉的表情 主持人表示 接下来是自由组队环解 第一位优先选择搭档的是 隐蔽谢丹 大家期待着她 会选择哪位女嘉宾 但谢丹毫无例外 选择了柳漫漫 第二位选择搭档的是冯娇 她热情向苏九表示 想和她一比 而苏九表示自己 没有参加过这种节目 怕给她拖后腿 冯娇表示她带飞 双手就抓向她而去 就在这时 顾出征抓着苏九 表示苏九是她的人 苏九小脸也是一红 就牵着她离开 冯娇气得直跺脚 这时一旁男生表示 要不她俩一组吧 冯娇面色一改 立马答应 此时车上有点安静 摄影师心想 他们俩互动都没有 这让他们怎么拍 这时 苏九将车缓缓靠边停下 她表示车没电了 顾出征问着摄像 这是不是节目组设置的 摄像却摇了摇头 系统提示 请在半小时内 花掉一千万 顾出征面色随之暗沉 脑中早已提着大刀 奔向系统瞄 于是他们来到 这个女主有多毫无人性 开的车半路坏了 就要去买新的 就在刚刚 他们来到劳斯莱斯专卖店 顾出征表示 要一台一千万的车 现在马上能开走了 销售人员两眼对视 还以为他是微商 是来蹭场地发朋友圈的 还恼不了一部大戏 随即表示拍照 以此两百元 苏九也是连忙说道 要不换别的交通方式也可以 顾出征表示 让他们经理出来 销售人员面带微笑 却心想他装模作样 下一秒 只见经理恭敬了 闭上车钥匙 顾出征拿着 他们一行随之离开 经理回头看着两人 说他们狗眼看人低 表示他们被开除了 两位销售人员随即跪地求饶 此时 顾出征开着车 车上还是一如既往的安静 这时摄像表示 需要他制造一些看点 比如一些互动 或者突发的情况 一旁苏九小脸一红 而顾出征心中有点想法 只见他开始汽车运动模式 一脚油门踩下 车辆在马路上奔驰 车体的来回摆动 也让摄像支撑不住 他心想 果然是突发事件 顾出征驾驶的车辆 在终点处来了一个飘移后停下 导演和冯娇满脸问好 冯娇表示为什么他的车那么好 导演也是尴尬地挠了挠头 顾出征表示这台车是他买的 冯娇说他这是在作弊 顾出征表示节目组 可没有规定说不能买车 冯娇却说他这么有钱 指不定被谁包养了 顾出征面色暗沉 表示他说这话真让人恶心 一旁摄像就随口吐了出来 引得苏九笑出了声 冯娇冷哼一声 时间来到晚上 苏九敲着门 门打开后 只见顾出征打了给哈欠 问着他有什么事 而苏九一脸娇羞 表示自己有些害怕 顾出征一听 生气地表示这和他有什么关系 随即关上房门 表示在敲门就弄死他 苏九神情低落 心想难道他不缠自己的身体 那为什么要捧自己呢 第二天 苏九卖力地工作着 一旁摄像让他休息会 而他却说能坚持 摄像看着一旁顾出征 心想这组合真是毫无CP感 顾老师就知道欺负人 这是柳漫漫走来 顾出征淡淡看着他 摄像也来了兴趣 柳漫漫让他去一旁聊聊 顾出征冷漠着 表示他没有兴趣 而柳漫漫抓住他让他等一下 顾出征随之扯开 柳漫漫被摔倒在地 这时谢丹走了过来 柳漫漫一副柔弱的样子 表示他只是好奇顾出征 怎么突然有钱了 他就推了自己 这时冯娇也在看热闹 谢丹问道是不是推了他 顾出征说自己并没有推 冯娇却不依不饶说道就是他 表示突然变得有钱 能有什么难言之隐 还这么嚣张 就让顾出征道歉 苏九看着其他人都针对顾出征 随之挡在他面前 表示他不是他们说的这种人 顾出征心想 原来这若鸡关键时刻 还会挺身而出 顾出征将苏九的手放下 说到他们不去眼宫斗戏 真是可惜了 表示那么就如他们所愿吧 随即一手推向柳漫漫 谢丹和冯娇看着目瞪口呆 这个女主有多毫无人性 劳斯莱斯说买就买 购物商场说换就换 就在刚刚 雾出征将柳漫漫推倒在地 表示既然大家都认为他推了 那么他不推的话 岂不是有点亏 冯娇说他不可理喻 就在这时 裴鱼走了过来 和苏九说道 他需要补妆了 一旁男生惊讶着 心想难道他是苏九的经纪人 谢丹可就是他带出来的呀 此时谢丹问候着裴鱼 裴鱼回头适应 谢丹说他不是不带新人了 裴鱼表示他记错了 是不带黄飞鱼的新人 谢丹沉默片刻后 表示让他来自己公司 可以给他更好的资源 却被培育一口拒绝 随之问候着顾出征 谢丹吃惊地探着 心想圈子里什么时候 有这么一号人物了 谢丹助理表示 顾出征是星耀娱乐的新总裁 柳漫漫听着目瞪口呆 一时间不知所措 一周后 总裁办公室内 助理向他总结工作 表示顾总的人气 随节目的拍摄 一路飙升 但网上也传来 无利于他的谣言 顾出征看着文件 下一秒瞪大双眼 资讯说他被土肥员包养 气得他火冒三丈 表示这遭老头子也太丑了 裴宇表示要找人公关一下 顾出征气愤地说道 必须马上查出来 这是在侮辱他的审美 裴宇心想果然 这是个看脸的世界 一所商场内 高雪云在购买衣服 他问着店员 衣服有没有他的尺码 却被告知这件衣服被订完了 高雪云纳闷着 就拿了另外一件 此时店员又说道 这件也被订完了 高雪云脸一黑 高雪云生气着 说他们还想不想开店 这时 顾出征走来 问他有什么问题 高雪云轻蔑地说道 原来这家店的老板是他 表示信不信分分钟能让他关店 顾出征淡定地说道 不是一家店 而是整个商场都是他的 高雪云大吃一惊 顾出征让店员 将高雪云摸过的衣服全部打包 随之拿过一件 被他摸过的衣服 表示在漂亮的衣服 被肮脏的人摸过后 也就变得不干净了 气得高雪云火冒三丈 就说这是和他在宣战 顾出征冷傲地表示 他能找人污蔑自己 被老头包养 那么自己的商场 就可以不卖给他东西 这不是很正常 高雪云装着衣服 听不懂的样子 心中却想他是怎么知道的 顾出征说 他心里明白就行 随即表示 要好好地将他送出去 以后这种肮脏的人 就不要放进来了 高雪云愣住了 说他一定会后悔的 送走高雪云后 顾出征表示 商场全部闭电 开始消毒大早厨 这个女主毫无人性 轻而易举收服小买狗 此时高市大厦 高总看着负面消息 生气地垂着桌子 气得他爸浑身颤抖 说他为什么 要找一个有妇之夫 表示他真是没有脑子 高雪云解释着 说那个人没有老婆 他爸表示 人家结婚都五年了 孩子都两岁了 高雪云一听 犹如当头一霸 他向他爸解释着 说他并不知道 表示是他骗了自己 还说这是阴谋 肯定有人在背后搞鬼 求着他爸想想办法 而他爸却摇了摇头 表示解决的办法 只有一个 那就是现在马上出国 以后都别再回来了 高雪云心如死灰 贪作在地 他惶恐地说道 现在出国 他的人生就完了 他爸生气地表示 要怪就怪自己 不知天高地后 得罪不得了的人吧 高雪云心想 肯定是顾初争 表示要和他没完 这时顾初争打了喷嚏 心想是谁 这么惦记他 这时电话响起 他拿着手机 培语说苏九住院了 表示他拍戏的时候 腿被架子给砸了 就问他要不要来医院看看 顾初争说自己不去 就生气地挂断电话 培语一脸猛逼呆在原地 而脑中原本的大喜 心想难道自己是猜错了 这时系统喵生气着 表示现在就应该去看望苏九 并进行体贴细微的照顾 这样就可以获得好人卡 就问着他想不想回去了 顾初争表示 皇帝不急太见急 说自己马上就去 医院内 护士对苏九说 再休息三天就能出院了 护士谈论着高雪云的事 说他口味真重 老男人都敢找 另一人说 如果是自己 现在就马上卷铺盖走人 走得越远越好 苏九心想 高雪云落的这般田地 以后就不会有人 为难自己了 他看着窗外心想 顾初争怎么没来看望自己 可随后摇了摇头 让自己不要胡思乱想 就在这时 顾初争走了进来 苏九双眼发光 心想他真的来了 顾初争纳闷着 苏九的表情 看着他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不知道他是怎么了 顾初争表示他过来看看情况 说如果他出事自己会很麻烦 苏九说他算是为自己担心吗 就当顾初争要说不的时候 系统喵生气的 表示要哄好他 顾初争随之改口 表示不仅是担心 还要好好照顾他 苏九心想 果然是他想多了 他说想喝水 就伸手去拿杯子 顾初争眼疾手快 端过杯子递给他 还轻易地为了一小口 随之就问他觉得自己 是不是一个好人 苏九分不清楚状况 一头雾水看着他 顾初争心想自己也太难了 苏九为高雪云的事情 向顾初争道谢 顾初争说是他得罪了自己 与他无关 让他好好休息 就起身离开 顾初争走后 苏九心想 他对自己到底有没有意思呢 女主的毫无人性 让男主小奶狗彻底沦陷 顾初争和苏九的节目上了热搜 苏九心想原来 明星大挑战这么火 苏九点进一个视频 网友都为他们 这对CP科堂 苏九脸红着 心跳逐渐加速 他纳闷自己 为什么会脸红心跳 他想着 肯定是节目剪辑的缘故 这时裴宇走进来 说他最近热度比较高 是愿意拍戏 还是接综艺 苏九说想拍戏 裴宇表示马上安排 苏九红着脸说 网上他和顾总 吵得那么厉害 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 裴宇心想不亏是顾总 看来苏九已经完全沦陷 他表示不会有事 一切都在顾总的掌握之中 几天后 导演让大家休息片刻 此时苏九坐在休息区内 他想着网上自己和顾初争的 CP火成这样 他怎么没有一点反 忧愁着他的想法 这时一名女生 给了他一瓶饮料 他到了生鲜 刻意地保持距离 而女生心中 早已心花怒放 这时裴宇叫着苏九 表示顾总在外面等他 他瞬间来了兴趣 就放下饮料 女生也是一脸猛逼 他走出拍摄现场 顾初争让他上车 苏九一副乖巧小奶狗的样子 上车后 他问着顾初争现在要去哪 顾初争说等下游场拍卖会 让他和自己一起去 顾初争拿着星巴克 问他喝不喝 苏九犹豫着 心中浮现出高血云那一幕 心想难道他也会下药 顾初争说不喜欢的话就不喝 苏九随之挑拨 一口喝了下去 心想这么难得的机会 不能错过 车在酒店停下 他们往大堂走去 这时苏九踩空了 却被顾初争一手抱起 他说小心点 苏九看着他脸红了起来 而这一幕 被远处的狗仔拍了下来 他们进入大厅 谢丹心想他也来了 此时一位商人正在和谢丹谈生意 苏九不小心撞到他 他生气地说 苏九是个不长眼的东西 大声叫他滚蛋 这时顾初争 让商人向苏九道歉 商人说他是个什么东西 顾初争冷冰冰地看着他 商人被他的气场吓住 而这时谢丹邀请顾初争一起进去 却被他一口拒绝 他拉着苏九的手 此时苏九感觉 心花怒放 春心荡漾 商人心想 难道这就是 最近爆红的星药顾总 就连忙叫着他 拍卖会场内 热闹非凡 这时苏九发现 他们被拖拍了 还上了热搜 他问着顾初争 要不要开发部会澄清一下 顾初争不屑地说 让他们去传 吃完瓜过几天 他们就忘了 苏九心想 他不澄清绯闻 难道是对自己 女主的毫无人性 让男主春心荡漾 就在刚刚 顾初争他们来到拍卖会 主持人介绍着 今日的压轴藏品 海洋之心蓝宝石 起拍价2000万 顾初争表示3000万 刘漫漫心想 这次一定让他颜面扫地 他随即举牌 表示3200万 顾初争说到4000万 苏九说柳漫漫 在故意抬价 顾初争表示他知道 苏九说那为什么还要举牌 顾初争说因为他有钱 突然苏九觉得有些刺眼 柳漫漫出价4500万 顾初争就出价5000万 一旁众人在起哄 柳漫漫漫渐沉不住气 就出价6000万 主持人问着还有没有人出价 柳漫漫心想 怎么他不出价了 他想着不会真的成交了吧 而下一秒 主持人宣布成交 他感到晴天霹雳 谢丹生气地离开座位 此时谢丹生气地 打了柳漫漫一巴掌 说他是个赔钱的玩意 柳漫漫捂着脸 表示自己不是有意的 这时顾初争走来 柳漫漫问他为什么要抬价 故意陷害他 顾初争说自己没必要 也没有功夫 为了一个6000万的 宝石陷害他 随即拿出一颗红宝石 表示这种宝石他多的是 一旁人惊呼 那可是价值两亿的创世之眼 顾初争随手将宝石丢给苏九 表示送给他了 苏九说太贵重了 他不能要 顾初争摆了摆手 表示随他处置 苏九心想顾总太豪横了 散场后 顾初争将苏九送至住处 苏九问他为什么 要对自己这么好 是想从自己身上 得到什么好课 顾初争刚想说话时 系统喵表示 不能说与系统有关的事 他重新妩媚地说道 是想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好人 苏九微微一笑 心想顾初争可真让他心动 这时他解开安全带 叫着顾初争 顾初争回头看着他 苏九手摸着他的脸颊 顾初争满脸疑惑 而下一秒 苏九向他吻了上去 这一刻 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 顾初争急忙推开苏九 苏九撞在车门上 他可怜兮兮地说 他弄疼自己了 顾初争表示抱歉 苏九邪媚一笑 说了声晚安 就随之离开 而此时 他们两人脸红着 沉浸在刚才的画面之中 苏九回到住所 心想刚才怎么那么冲动 肯定吓着他了 但又觉得开心 此刻顾初争 已占据了他的大帽 高冷霸道女总裁 和傲娇小奶狗在一起 会发生什么故事 就在刚刚 顾初争悠闲地晒着太阳 系统提示 请在三天内 成为水月进花的投资方 顾初争说这个不是 有漫漫带资金的剧组吗 他们应该不缺钱了吧 系统喵笑着说 这应该难不倒他 顾初争自信地表示 那就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新耀大煞 顾初争表示一会开会 就让助理准备一下 这时他看到一旁的苏九 就问他过来干什么 苏九表示想请他吃顿饭 顾初争想着被抢吻的那一幕 冷冰冰地表示自己没空 而苏九却一本正经说 不去和他吃饭 怎么能让自己觉得他是好人呢 系统喵说 赶快答应他 顾初争叹了口气 表示一会开完会再说 苏九说会一直等他 会议室内 顾初争谈论着收购计划 而苏九这边 却热闹非凡 这时顾初争走来 问他在干嘛 苏九说在等他的答复 顾初争心想 这小子怎么越来越 懂得拿捏人 竟会撒娇讨好 顾初争问苏九去哪吃 而苏九就是一副小奶狗样子 表示哪里都行 大家心想他们俩 肯定在一起了 顾初争他们来到烧烤店 其他人纷纷看着他们 服务员心想 这机会太难得了 他的CP果然是真的 磕死他了 顾初争点了份牛排 而苏九却有些紧张 顾初争和苏九在饭店吃饭 也被传到网上 大家表示要赶紧去看看 这时手机响起 裴宇表示 他们的饭店已经被狗仔包围 酒店已被粉丝完全堵死 建议他们从后面离开 顾初争挂断电话 苏九问到出什么事了 顾初争说到赶紧走 苏九满脸问号 顾初争就牵着他的手 让他不要废话 就当他们上车时 被粉丝发现 一群狂热粉丝 在车后追逐着 顾初争头疼着 他说吃个饭的功夫 都被人认出来 而苏九小脸 却红得不行 这时顾初争注意到 就收回自己的手 空气渐渐变得安静 苏九说他现在回去 会被狗仔发现 问顾初争能收留他一晚吗 他不可思议 大吃一惊 而苏九又露出小奶狗 可怜兮兮的样子 顾初争心软 表示他可以去 但是要老实点 转眼间 苏九瞪大双眼 他收到这么大的房子 自己一个人住多可惜 顾初争说不觉得 就表示二楼有客房 让他随便选择一间 而此时 苏九静静地站在顾初争床边 渐渐地 顾初争睁开双眼 他看见苏九 被吓了一跳 他问着苏九大晚上不睡觉 跑他房间干什么 苏九说他害怕 表示能和他一起睡吗 顾初争一听脸红了起来 苏九说着他小时候 爸爸总是酗酒 喝醉了就打自己和妈妈 无奈之下妈妈带他离家出走 然而妈妈留给他一些钱 就把他给抛弃了 从那以后他就一个人生活 他害怕再次被抛弃 此时苏九沉浸在回忆颤抖着 他捂着顾初争的手 说到不要抛弃他 顾初争沉默着 安慰着他 说不会抛下他的 还摸了摸他的头 心想摸起来还挺舒服的 这时苏九突然抱着顾初争 将他压在自己身下 傲娇小奶狗 将高冷霸道女总裁拿捏 是什么体验 就在刚刚 苏九将顾初争扑倒 顾初争心想 这小子是故意的吧 难道是想压死自己 就表示如果害怕就睡地上 睡床上可是不行 苏九躺在地上 问顾初争能不能把灯关掉 顾初争强忍着幸福 此时苏九又说 还是有点害怕 就问能不能握着他的手 顾初争忍无可忍 生气地表示 有完没完 就说得寸进尺了是吧 而苏九又一副 可怜兮兮的样子 顾初争心软 就伸出手 苏九抓着他的手 他心想握紧就不会再放开了 第二天顾初争醒来 他看着一旁整齐的被子 心想苏九去哪了 他随之下楼 而苏九早已 做好早餐等着他 顾初争惊讶着 苏九说 不知道他能不能吃的习惯 要是不喜欢的话 可以去做他喜欢吃的 顾初争说没有什么他喜欢的 可话音刚落 他就觉得味道不错 而苏九失落地表示 昨晚给他添麻烦了 顾初争说他知道就好 随即就问苏九 现在觉得他是个好人了吧 苏九说好人不会这么问别人 苏九收拾着 表示一会陪雨来接他 让他慢慢吃 顾初争一脸烦躁的样子 挥了挥手 就在这时 苏九靠近顾初争 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他会想他的 顾初争沉默着 苏九走出别墅 培雨问他和顾总是什么情况 苏九表示 他会知道分寸了 培雨说那就好 还表示 如果真的交往 也没有什么关系 苏九失落地说 他不喜欢自己 至少现在不喜欢 一个月后 谢氏大厦 此时柳慢慢生气地走来 他想着谢丹 说好的水月进花的女主给他 可是现在居然变卦了 男人真是不靠谱 他敲着门 轻力叫着谢丹 摆出他小睡蛇腰 而谢丹一点也不感兴趣 就问他有什么事 柳慢慢装着可怜的样子 说之前准备了好久的角色 今天突然被换掉了 表示对方就是要换掉自己 换掉他没关系 但这太不给他面子了 谢丹说他去问问情况 柳慢慢亲了他一口 表示等他的好消息 谢丹问助理 柳慢慢角色的事情 是什么情况 这不是在打他的脸吗 助理表示 是剧组最大的投资方的要求 他们还追加的投资 投资方是顾初争 谢丹吃惊着 他说怎么记得 那部剧的公司叫圣瑞 怎么和他又有关系了 助理说他收购了圣瑞 现在是圣瑞最大的股东 谢丹表示要约他一下 又帅又撒的霸道女总裁 有谁能不爱呢 此时顾初争问他有什么事 谢丹说他可真是大忙人 约了这么久 才肯见他一面 顾初争冷冰冰地表示 让他长话短说 谢丹就问刘漫漫的角色 是不是他换掉的 顾初争表示 既然他有能力把他塞进去 那么他当然也能换掉他 就问他有什么问题吗 谢丹沉默片刻 问他为什么要针对刘漫漫 顾初争冰冷地说之前 刘漫漫处处针对排挤自己 难道自己还有善待他的理由 就说他有圣母心没地使 谢丹表示他换个问题 就问顾初争是哪家的人 顾初争表示无可奉告 就起身离开 临走之前表示 给他准备了一个礼物 就将优盘拿出 谢丹纳闷地看着 一周后 刘漫漫焦躁不安 因为谢丹已经一周 没有接他电话了 他好不容易打电话 他在这吃饭 心想 一定要问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谢丹帅气走来 柳漫漫笑脸相迎 问谢丹为什么 不肯接他电话 而谢丹却说 他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让他好自为之 柳漫漫难以接受 哭着问为什么 手也开始颤抖 而谢丹一副厌恶的样子 随手将柳漫漫甩甩开 这时 远处一位美女叫着谢丹 柳漫漫心想这个渣男 原来是有了新欢 他大喊着 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他泪流满面 谢丹助理让柳漫漫 不要执迷不误了 还说谢总从来 没有和他在一起过 柳漫漫心想 的确 他从来没承认过 自己是他女朋友 助理拿出优盘 表示他看过后 就会明白一切 柳漫漫伤心欲绝 几天后 此时柳漫漫将优盘插入电脑 而里面的内容 让他大吃一惊 他颤抖着 心想这不可能 为什么这些照片会 送到谢丹手里 难道是有人在害他 而此时的电视节目 在报道 顾初征饰演的电影消息 柳漫漫回头看去 他露出猙獰的面孔 心想原本这一切都是他的 是顾初征毁了自己 表示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这时拍摄现场内 苏九找着顾初征 工作人员表示 他应该在化妆间 于是苏九来到化妆间门口 他敲着门 里面却没人应答 他就轻轻推门 进入房间 他叫着顾总的名字 也没有反应 他心想那就在这等他吧 而这时 电闸被人关掉 苏九不知所措 突然黑衣人出现 手捂着苏九的嘴 苏九惶恐不安 渐渐地 他闭上了双眼 高冷霸道女总裁 也有主动出击的一天 就在刚刚 苏九被黑衣人绑架 这时系统喵察觉 就告诉顾初征 顾初征表示 居然绑架他的好人卡 心想谁这么大胆 敢绑架他的人 就让系统喵 定位苏九的位置 一所仓库内 苏九被捆绑着 绑匪小弟说 不是应该绑架个女的 怎么绑了个男的回来 顾初征表示 把门给踹开 手下一脚踢开铁门 绑匪生气着 表示敢踹门 是不是不想活了 他抬头看去 顾初征潇洒冷酷地站着 他一声令下 下一秒 绑匪举手投降 他告诉苏九没事了 苏九扑在他怀里 顾初征问绑匪 谁让他们绑架苏九呢 绑匪说不知道 表示他们都是电话联系 顾初征拿出手机 让绑匪打个电话 表示绑到他了 绑匪拨通电话 电话传来声音 顾初征一听 心中明白 这个人就是柳漫漫 绑匪请求顾初征饶了他们 顾初征表示 他付双倍的价钱 让他们去把苏九所受之苦 全部都报复给那个女人 酒店里 顾初征问他 吓着了吧 苏九摇了摇头 然而他却拉着顾初征 顾初征表示 还说不害怕 他深情地问苏九 是不是喜欢自己 苏九一脸慌张 就向他道歉 表示如果讨厌他的话 以后不会出现在他眼前 而顾初征抓着他的手 说他这么软弱 不是被人暗算 就是被人欺负 离开他的话 他可怎么办 随即向他吻了上去 顾初征说 以后他就是自己的人了 苏九害羞着 表示这种事 怎么能让女生先开口 就抱着顾初征 说自己喜欢他 表示能做他女朋友吗 顾初征抱着他 点了点头 此时 公路上两辆车追逐着 柳漫漫心想 顾初征竟然策反了绑匪 绑匪拼命追赶 而这时 柳漫漫的刹车失灵了 他泪流满面 下一秒车辆冲出悬崖 第二天 拍摄现场内 苏九看着手机 新闻上报道着 昨晚一名柳姓演员 疑似于逃亡的嫌疑犯 起了冲突 发生了车祸 就急忙跑去找顾初征 他叫着宝宝 顾初征没听清 让他再说一遍 苏九又叫了一声 并告诉他 柳漫漫出车祸了 顾初征平淡地说道 人见自有天收 还表示不要叫他宝宝 就用手指着苏九的嘴 下一秒 苏九又说道 好的宝宝 一旁助理心想 这恋爱的酸臭味 狗粮真甜 转眼间 新年到 此时 苏九抱着顾初征 他心想他睡觉的样子真可爱 就用鼻子碰了碰他 表示再不起来 就要亲他了 随即吻了上去 顾初征生气着 说谁让他亲呢 还叫他滚开 他们摆弄着新年的物品 苏九让顾初征来帮帮他 顾初征说太无聊了 苏九撒着娇 说他最好啊 顾初征沉默片刻 就和苏九一起贴春帘 顾初征看着窗外 苏九抱着他 向他说新年快乐 顾初征拿着手机 问这是不是他发的 苏九表示 肯定要分一个名分给他 苏九深情地说着 我爱你 五年后 苏九获得第二十件 金龙奖最佳男主角 苏九上台发表获奖感言 表示自己现在 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 他是自己的贵人 也是自己生命中重要的人 会为他献出自己的一切 苏九深情地表示 让顾初征嫁给他 顾初征表示愿意 后来他们俩结婚了 顾初征在此时 获得了好人卡 但最终依然选择 在这个世界活了下来 陪伴苏九度过了整个余生 正所谓 最美好的爱情 便是初见之时 如清酒淡雅柔和 却余味悠长